最近两天,由邓罗和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香蜜神》沉浸如霜,终于等上了热搜。 但是,香蜜女孩们却一点也不开心,因为好不容易上了热搜,却是因为粉丝们在不满男女主的戏份太少。 虽然在网友粉丝的压力之下,贯博做出了澄清道歉,但是电视剧本身男主女主戏份太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,在这几天里甚至越来越少。 而终于,邓伦的经纪人忍不住,在朋友圈里手撕制作帮,监狱戏份已经完结,两天后被统计将下线,江湖不见。 谢谢,也怪不得经纪人如此的生气,会做出带头器具的行为。 看一看最新更新的四十三集里,男主邓伦的戏份只有一分零八秒。 这样荒唐的情况,已经连续发生好几天了,相信喜欢看香蜜沉沉浸如霜的朋友们,有着大量的书粉。 在原主里邓伦是演的戏风,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战神,而在剧里被塑造成了一个只会弹琴摔的窝囊肺。 而男二号润遇在原主里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,也是剧里润遇的背景,也是个天地丝生子,偏昏的心机薄围,甚至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派人去杀凤凰了。 但是最新的剧情里,却运用大蝙蝠的感情线,将《乱玉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洗白。 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出现,一定程度的改编其实也可以接受,但是编剧为了洗白《乱玉》,用了太多的蝙蝠和铺垫,导致目前《乱玉》的角色要比《书凤》看起来更加的丰满,更像是男一号。 这样肆无忌惮的篡改,注水实在是无法让大家满意。 所以,无论是从人助导的角度出发,还是作为电视剧里的男号,连续几天续凤戏本如此之少都不太呵护情理。 网友们的意见也是相当的一致,剪辑师和编剧的错误相当的严重啊。 按照经纪人的说法,还有两天续凤就要被捅了,不知道到时候你会选择江湖再见,还是继续跟乱云船呢? 那就是这样子,第二天续凤就要被捅了,亟封場道偏了。 所以,我们的次数换回来,请主 Affili罗酱所想要赞与心血粒的抗力。